小桃和朗尼是一对新婚夫妇 他们从美国来伦敦度蜜月 并住进了一家豪华酒店 在电梯中 两人遇到了一对老夫妻 老先生热情地帮他们按电梯按钮 但就在他准备按第二下时 却被小桃大声制止 原来小桃非常迷信 他认为按两次按钮会招致厄运 让老夫妻俩颇为尴尬 之后小桃和朗尼说笑着回到了房间 他看着丈夫为自己准备的浪漫惊喜 便动情地拥抱了朗尼 虽然身为律师的朗尼 此时还惦记着工作 但经不住妻子的诱惑 两人随即就放飞了自我 第二天午后 朗尼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邀约 虽然小桃表示他们正在度蜜月 应该享受二人世界 但朗尼却告诉小桃 邀请他们就餐的约翰 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任执行董事 这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记下约翰家的地址后 小桃有些失落 但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 而夫妻俩在离开时 朗尼却将记着地址的餐纸 留在了桌上 由于约翰家在俯卫区 朗尼便向司机询问 去俯卫区需要多长时间 可司机一听到俯卫区 脸色突然大变 并劝他最好不要去那里 而眼看汽车随机离开 朗尼也一头雾水 虽然他并未放弃 但直到半小时后 他才成功打到了一辆车 司机在听说夫妻俩要去俯卫区后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异常 但他毅然爽快地同意 这让夫妻俩非常高兴 而在前驱的途中 小桃看到路边有几张牌子 上面写着地下惊魂 60人失踪 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他随即向司机询问 最近有没有地铁相撞事件 司机表示并没有听说 但他告诉两人 他们准备前往的俯卫区是一个博点 而博点就是连接次元与异次元的接口 但朗尼不信这些 他认为博点只是人们的幻想 而这时 小桃看到三个骑摩托车的男人 竟然变成了兽人 但转瞬之间 他们又恢复了原样 这让小桃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之后 汽车终于驶入了俯卫区 由于朗尼弄丢了记者地址的纸巾 手机又没有信号 他只能去电话亭打电话询问约翰 而小桃则和司机攀谈了起来 司机告诉小桃 抚尾区曾经也是繁华之地 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各种设施 甚至通了地铁 但人们很快就在抚尾区的地下 发现了一个宗教的杀戮祭坛 而那些尸体就像刚埋入器中一样 非常的诡异 小桃以为司机是在开玩笑 但司机却告诉他 我们的世界就像置身于皮球里面 皮球的外面是异次元 而皮球边缘的磨损和薄弱之处 便是所谓的博点 皮球而会在博点处裂开 被异次元侵入 而抚尾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小桃听着十分恐怖 便立即下了车 由于朗尼还在与约翰打电话 小桃便四处闲逛 并看到了一只小猫 可当小猫转过脸时 小桃却惊恐地发现 小猫的半边脸十分恐怖 可转身之间 小猫便没了踪影 此时 朗尼也打完了电话 可出租车却离奇消失 就在夫妻俩迷茫之际 两个小孩突然出现 朗尼本想向他们打听出租车的去向 却没注意到小男孩的右手如野兽一般恐怖 小女孩则开口大叫让他们滚开 此时 朗尼已经得到了地址 于是夫妻俩决定步行前往 可他们很快迷路 小桃便让丈夫去警察局求助 但朗尼刚一离开 空荡荡的街上 竟然莫名弹出了一个篮球 而朗尼来到警察局后 也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她随即离开 却未曾注意到桌子上触目惊心的抓痕 虽然朗尼没有问道路 但她依然欺骗妻子 并带着小桃继续前进 可在途中 两人突然听到篱笆丛内有求救声 他们随即在篱笆旁查看 发现地上有一个冒着烟的小洞 小桃见状便希望丈夫不要理会 可朗尼却不顾妻子的阻止 指引前去查看 结果没过多久 朗尼便发出了呼救声 然后被抛了出来 小桃本想询问丈夫发生了什么 但朗尼却一脸惊恐 并迅速拉着妻子逃离了现场 由于两人慌不择路 他们彻底失去了方向 除此之外 朗尼似乎处于了混沌状态 这让小桃决定赶紧离开抚慰区 起初丈夫勃然大怒 她坚持要去约翰家赴约 因为这事关她的虔诚 但朗尼很快意识到 她与小桃其实已经被困在了这里 于是在妻子的劝说下 她最终同意先原路返回酒店 然后再向约翰解释 可就在夫妻俩即将走出困境时 朗尼却一阵恍惚 并看到隧道尽头有一个黑影 让她恐惧不已 虽然这条路是回酒店的捷径 但看着无比惊恐的丈夫 小桃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 而由于小桃很快就看到了来时经过的钟楼 两人便重燃希望 可在一条隧道前 黑色的漩涡突然降临 之前的兽人 两个小孩以及小猫都被吸了进去 小桃迅速抱紧路边的电线杆 朗尼却无动于衷 她似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吸引 而在漩涡消失后 朗尼突然变得情绪激动 幸好小桃及时安抚 她才恢复了瓶颈 此时小桃听到了汽车的声音 于是她迅速扶着丈夫寻声而去 在看到一辆汽车及时而过后 小桃惊喜万分 但朗尼突然痛苦地倒地 并迅速向反方向跑去 小桃立刻去追 却发现丈夫已经站在了隧道的尽头 朗尼还用陌生的语调 希望小桃信守承诺 不要离开她 虽然小桃有些害怕 但她还是走入了隧道 而这时 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抱住了小桃 她抬头望去 竟然看到了小猫那张恐怖的脸 于是小桃迅速逃离了隧道 可在途中 她却发现这里到处都挂着 克苏鲁鞋绳的名字 而在一个转角处 她又被两个小孩拦住 他们告诉小桃 她的丈夫已经变成祭品 献祭给了鞋绳 而她很快也会变成祭品 紧接着 小男孩便伸出了像野兽一样的右手 并开始大声迎送咒语 小桃则再次看到了迎接自己的丈夫 但这时地面突然裂开 一只三头怪物随即涌出 并将朗尼一口吞下 小桃近距不已 急忙逃跑 可就在她即将逃出巷子时 两个小孩又追了过来 幸好小桃死命挣扎 才成功甩掉了他们 之后 小桃遇到了一对老夫妇 但他们在得知小桃的遭遇后 两人随即面露恐惧之色 而小桃则在他们的指示下 前往了门前挂着篮球的警局 但小桃并不知道 她的高跟鞋已经被一团黑色液体缓缓拖走 最终 小桃向警察讲述了一切 可一只小猫突然打翻了她手中的杯子 而从警察的口中 小桃又震惊地得知 这只小猫竟然也叫朗尼 它是在迷路时被警察捡到 小桃听闻随即惊恐地望着小猫 而这只小猫竟然也有着那张恐怖的脸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